以21日临时为准 韩国新增1784例新冠确诊病例 这是韩国出现新冠疫情后 一年6个月来的最高值 正在实施保持社会距离第四阶段措施的首尔地区 新增600多例新冠病例 较前一天大幅增加 目前 首都圈实施的保持社会距离第四阶段措施时间 截至25日 政府将于本周末决定并公布 是否调整首都圈的防疫级别 不过 以目前新冠疫情的扩散势头来看 政府将难以下调防疫级别 非首都圈新增确诊病例 在全国新增病例中的占比连续4天达30% 疫情已扩散至全国各地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正考虑 进一步限制非首都圈晚60后私人聚会人数 预计控制此轮疫情的最关键时期为 7月底和8月初的休假高峰期 政府担忧 区间移动量剧增将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 再次呼吁民众错峰休假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长金富谦表示 目前的情况需要人们尽量不要外出 呼吁国民休假期间尽量不要聚集 而是相互保持社会距离 进行安全的休假 20日 韩国新增约15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第一剂疫苗接种者累计达1644万人 完成接种者为668万余人 占全体人口的13% 近日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政府决定在发布酷暑警报的下午20至40 暂停运作临时检测点 同时 政府将在全国推行预约检测 决定在发布酷暂停运作临时检测点